越规有些遗憾 没能亲手干掉侏罗 不过掉下如此深渊 绝对神仙难救 但生性小心谨慎的银杖 却还是不太放心 又派出了两人 前往渊底查找尸首 亲眼看见所有的元次郎 也趁所有人不备 偷偷溜走 并转身逃入一处山洞之中 另一边 左支柱与熏散人 也被炸弹炸了个七昏八素 倒在掉落渊底的剑心 并无大碍 只是侏罗一人伤势较重 需要及时治疗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出现一盏火把的亮光 来人正是刚刚逃跑的元次郎 剑心被领着一路 去到了元次郎的秘密住所之后 他立马吩咐准备好热水 与干净的布匹 得赶快将侏罗腿中的子弹取出 否则很有可能引起坏事 随着剑心在元次郎的协助下 取出子弹 爆炸好伤口之后 剑心随着元次郎 一起寻找干净衣服 这时侏罗也恰巧从昏迷之中清醒过来 回想起从小长大的同伴 竟对自己开枪 一时无法接受的他 拿起匕首 便准备自我了结此生 好在剑心及时出现阻止 虽然诸罗 确实没有当好一方首领的潜力 但他还有一直信任着他的伙伴 元次郎 我相信你哪怕身处绝望的深渊 你依然会抬头仰望 听着剑心推心致富的话 诸罗再次重振前来 看着为他找来干净衣服的元次郎 诸罗想起了曾经父亲 对他说过的话 海龙族是为了摆脱贫穷在奋斗至今 虽然我们只打结黑心赏人的货物 但掠夺终究是不对的 我们海龙值得更加骄傲的方式 自由地活在这片大海之上 第二天 元次郎悄悄地潜入仓库 偷出了逆人刀 而银杖等人 依旧在努力地寻找着 剑心两人的尸体 不过却还是一无所获 而卑鄙的月鬼 这时将诸罗的叔叔 岩葬带了上来 他给他灌下了 从千本屋得来的鸦片 并准备好了宴席 庆祝银杖成为海龙首领这件事 银杖自然喜不自胜 满口答应了下来 好在楼楼门将盐葬关进仓库时 元次郎还没有离开 等他搀扶着老人回到秘密基地后 众人这才知道 是银杖与千本屋联手 才导致了现在的情况 愤怒至极的侏罗 银压紧要 此仇他必报不可 事后 剑心找到了一条小船 准备就此逃离 但谁知 猪罗却不愿意逃走 两刀批断退路 并将逆人岛与元次郎两人 一同交付给了剑心后 便要一个人去找银杖算账 报仇血恨 与此同时 左蜘蛛等人也成功登岛 发现了正在举办宴会的海贼们 宴会上 海贼们不住的异想 今后有枪有炮有女人的日子 但银杖还是有点遗憾 没能亲手将猪罗扔进火堆 就在这时 猪罗身披斗篷 独自一人找上了门来 煤罐一众楼落 静止走向银杖 他斥责银杖丧尽天良 败坏族训 干起了鸦片生意 而现在 他要清理门户 从此解散海龙族 愤恨的两人 怀着对对方痛恨 同时出手 银杖挥舞着一柄大腹 每一集都势打力尘 但好在 猪罗凭借自己 灵巧敏捷的身体 轻松闪避 并毫无压力的 环与银杖统击 就在猪罗准备痛下杀手之时 银杖连连就饶 并保证从今以后 乖乖听话 安分守己 快就在下一秒 他直接掏出一把匕首 刺中猪罗救伤 嘿嘿嘿 无论手段多猛脏 活到最后 才会是赢家 真实领人作偶的卑鄙小人 剑心哪里是那种 抛下同伴 独自逃亡的角色 面对众多害贼的 集体围殴 剑心依然不惧 只见几道寒 盲芒轻轻一闪 便已倒下一片漏落 奇迹的银杖 抢过一把长剑 便悍然杀向剑心 但他哪里会是剑心的对手 飞天欲剑流 龙吹闪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原来的味道 银杖根本不是一核之敌 不甘心的越轨 直接找来一颗炸弹 便点燃扔出 还没等住人反应过来 他已经轰然爆炸 紧接着 无数火药被其点燃 就连远处的左支柱等人都搏击 一时间 宴会变成了地狱 爆炸哭喊此起彼伏 看着这一幕 熏立马便要冲进火海救人 好在左支柱及时将其阻止 也就在这时 滔天火海之中出现一个身影 剑心再次有惊无险地逃了出来 诸罗则再次身受重伤昏迷了过去 等诸罗再次醒来之时 已经身在回家的船上 而他们身后的小岛 则赤眼滔天 反而要焚尽一切 诸罗失去了一切 不过他依然还保留有最珍贵的东西 事后 热心善良的熏 邀请诸罗三人 前往他家暂住 不过却被拒绝了 毕竟诸罗这样热爱自由的人 怎会被局限一方 对他们来说 在陆地上多待一秒 都浑身难受 再见吧 将来在某个地方 以朋友的身份 夕阳余晖下 双方挥手告别 不过他们之间 早已产生了深厚的友情 十年前 血液当空下的日本 并不太平 以萨摩长州为主的维新军 正向京都陆续进军 推倒德川政府的号角 依然陆续吹响 但这一切的进行 也并不太顺利 为了阻止于 扼杀义士们的违心行动 德川政府成立了一个 专门进行暗杀的队伍 新选组 每每行动 皆被命名为恶斩 他们心狠手辣 所到之处 从无活口留下 哪怕有人侥幸逃脱 也早已经身负重伤 难以为继 直到他们再次遇见了 老对手 八道斋 匪村剑心 金金几招 便杀得一众新选组 只剩下两人 新选组一队队长冲田 与三队队长斋藤 面对维心最强意识 贵子手拔刀斋 窄藤不敢让患病 再生的少主冲田出手 只身处战 与贱心决斗 就在胜负一瞬之间 天空一道炸雷闷响 贱心也从睡目之中 惊醒过来 他不明白 怎么会被这种 陈年旧事所绕 虽不在意 但始终心神不宁 感觉将有事发生 第二日 陪伴两个小妹玩耍之时 也连连出身 还被小小妹 好生一番责怪 走在樱花飘落的河岸边 贱心再次觉得 眼前一片心红 他只觉得自己 再次回到那个 曾经血染长刀的时候 而这时 迷艳他们也终于 发现了贱心的异常 面对薰的追问 还没有隐瞒 全盘拖出了 新选组的事情 曾经他虽然与其 一二三对队长 皆有交手 但也从来没有 分出过胜负 贱心也坦言 他们之间虽然敌对 但没有私仇 虽然立场不同 但也都为了 各自的信念 勇敢的与对手 展开战斗 听完这些 薰并没有感到奇怪 反而是安慰贱心 不要被这些事情 所困扰了 大家的还等着呢 与此同时 原本打算蹭犯的 左支柱 去到神谷道场 却发现空无一人 机缘巧合之下 反倒是接待了一个 卖爹打药的 江湖郎中 郎中自称藤田五郎 并表示自己 有上好的金创要买 不过细心的左支柱 发现这个藤田 绝对不是一般人 最起码 他满手的刀剑 就不是一个 普通人应该有的东西 臣是敏锐啊 不愧是斩左 向了左支柱 藤田表示 既然剑心不在 那么自己 也不能空手而来 说着他就抽出长剑 其意思不明而喻 烈阳当空之下 藤田与左支柱两人对峙 僵持不下忠 左支柱率先发难 一拳猛然轰出 但下一秒 冷汗就不住的 从背心流出 因为他这一拳 正中对方脸颊 但居然一点效果都没有 你这样软弱无力的拳头 倒下陡然炸碎 发力前冲 一剑便刺入了左支柱的肩头 其威力竟直接造成长剑崩断 不服输的左支柱 依然不服输的站起身 准备继续战斗 但奈何双方的实力相差 实在太过悬殊 另一边毫不知情的剑心 等人吃完火锅后 也准备回家 下降路上还遇见了 刚从医馆下班的会 等众人回到家 开门才发现 家中一片狼藉 左支柱更是身受重伤 倒在了雪坡之中 的义官秘书 前唯心一事 涉海 如今涉海 是想邀请斋腾加入他们 并对剑心进行暗杀 斋腾虽很好奇 是谁想刺杀剑心 但他并不在乎 看着斋腾离去的背影 涉海非常满意 这个前新选组三队队长 传闻可是新选组中 最强之人 有他在的话 杀一个拔刀斋 相信不在话下 此话一出 涉海身边 一名名叫赤墨的家伙 却十分不屑 不过新选组的人 居然会在曾经的 唯心意识手下做事 这个世道 已变化的让人 着实捉摸不透 而曾经高傲的人生狼 如今也不过是只 卑贱的家犬 另一边 神谷道馆的众人 还在为左支柱 进行紧急救治 好在暂时并无性命之忧 但短时间内 也必须静养 这也是得亏左支柱 本身体强力壮的结果 与此同时 剑心看着 从左支柱伤口中 取下的断剑 他很确定 是新选组的人 找上了门 水平插入的刀锋 也是他们特有的招数 评刺 尤其如此为力 必然是那招 左手单手评刺 压突 不过剑心不明白 这个曾经的新选组 三队队长 想要干嘛 是想为昔日未完成的 决斗画上一个句号 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 而剑心 也还有另外一层隐忧 那就是摘头 明显依旧保持着 人生狼时期的 高绝水平 要是自己 依然使用逆人刀 并保持不杀的原则 他不知道自己 还能不能顺利击退 这个如恶狼一般的男人